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辉思话说的频道 我是辉 今天我想向各位介绍 24节气中的小满 喜欢我的频道 请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 小满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 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当太阳到达黄金60度时 一般约在每年的5月20日至5月22日之间 而今年的小满就是在5月21日 接下来我想向各位介绍小满的命名由来 传统中国以黄河流域地区的气候为准 每到了农历4月中下旬时 农夫们会在前一年所种下的冬小麦 会因为冬季积雪融化 麦苗受到雪水灌溉滋润 开始逐渐饱满起来 且慢慢结穗 这个时候是农夫们最期待的丰收季节即将来临 也可说是丰收季节的序曲 所以把这个季节称为小满 而小满过后就是农夫们准备开始收割的时候 小满在台湾正好碰上梅雨季节的来临 下雨时间往往长达数十天 成为台湾地区最重要的雨水来源之一 接下来我想向各位介绍小满特色三物后 古人们把小满分成苦菜秀 米草死 麦秋智三种物后 苦菜秀指的是苦菜到小满时节来到最茂盛 与之相反的为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开始枯萎 而这些草类就被称呼为米草 最后麦秋智则是在行农小麦 虽然农历四月为夏季的开端 不过对小麦来说已经到了成熟之秋 等着被农夫们收获 接下来是台湾的节气与燕雨 小满雨水香感 台湾小满是否梅雨季节 是天天都湿湿答答的雨季 小满雨水香感 玉要感 否则九条玉仔煮一碗 指的是台湾小满期节进入梅雨季 此时的雨量以及日照量 是非常适合让芋头生长的环境 因此种植芋头的农夫要尽可能的在小满期间让芋头生长 否则一过小满 芋头就很难快速发育长大 届时出产的芋头 小到只能用九个芋头来抵原本一颗芋头的量 照满照不开 带斗粒 披棕衰 意思是在小满期间 如果看到早晨有起雾 并且雾迟迟散不开 就表示当天会下雨 反之假使早上没有起雾 或是雾很快散去 那就是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小满甲子耕成日 寄生蝗虫损稻荷 先人认为若是小满日逢甲子耕成日 那接下来的水稻作物 就会遭受到害虫所侵犯 小满柜 盲种碎 北部地区水稻在小满前后 开始作柜 到盲种附近土碎开花 谢谢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小满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